思心 大家好啊 我是沈 又来到了圣灵鸡汤 圣灵鸡汤我想了很久 就是要订什么的主题 我就想到 say vis complaint 最近好多人 就是我在问 Q&A 的时候 他们都会就是可能很迷茫 因为这个封城的关系 所以我就想打算把这个题目定义为自己 想要跟大家聊多一点自己的东西 最近就是大家也知道 就是封城也是封了一个多月 就是那个人数也不下降 有时候我会看会很神奇 大家也没有这样觉得 就是你大家 就是你已经那么乖了 但是还是一直一直越来越高 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然后你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 你都也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人数会一直上 然后不下 你就会很封闭很生气 但是我通常都不会让自己 就是封闭在那个封城的那个状况很久 就是这个心情 我会让它消化到可能10分钟到30分钟这样子 我就不会再想这事情 然后我就会想 啊我顾好我自己就好 你就是用这种东西来安慰一下自己 就是让你的心情愉悦一些 没关系 只要我做好 不给别人添多一味麻烦 我就是最好的 你们也是 所以待在家好不好 好嘞 我们来开始一下大家各式各样的问题好不好 这位朋友 有身材焦虑减肥减得很辛苦 感觉人生都不快乐了 其实我也是有沉迷 沉浸在这种减肥减得很痛苦的这种时候 就在我中学毕业后 因为中学哦 你会一直要想要吃东西 你都市压力一大 你就想要吃东西 那时候怎么瘦都瘦不下 然后又会越来越胖 而且女生更麻烦 就是那个裙子在那个腰那边 你就是一胖 你就知道你自己胖了 就很紧 那时候就是 会很败的啊 这是什么样都不好看 我明白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要设定给自己一些目标吧 可以先想为什么剪不下来 是真的是生理状况 还是可能是自己身体的代谢真的非常不好 还是你自己其实没有剪得很足 like你还是会偷偷的吃宵夜 还是你还是会选择减诈物比较多 你真的有剪到彻底吗 你还是要问回一下你自己是不是有做足在这个方面 如果你真的觉得剪得不快乐 你就enjoy吃吧 有什么就吃啊 但到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肉一点我会不好看 所以我会减肥会减得也不会很痛苦 就是我不吃的时候 啊 多这一刻就可以了 我会这样子跟我讲 就我也不会剪得很痛苦啦 也不会觉得这个时候没有吃东西是非常很痛苦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目标哦 是你想要真的受下来的快乐 还是真的活在当下的快乐 就继继继续吃也没有关系 这世界上胖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你喜欢你这样的自己就好了 如何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变得更好 其实在这个疫情里面呢 我会让自己去学很多东西 比方说最近我们有在做导师 如果你们有关注我们的话 我们有在做一个节目的导师 就是业配2.0的导师 在接着工作之前呢 我是蛮抗拒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办法受给别人很多 而且我自己表达能力其实没有很好 所以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 就是跟制作人啊 或者是跟其他导师沟通啊 过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不逼自己一把去学更多的东西 在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很不可能的时候 你一定要放下那个不可能 你才可以释放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在接之后 我就会很感谢当初的自己 有去答应这件事情 因为我没有答应这件事情 我不会让自己去接受更多的知识 像是我现在我想开始看书 就是没有这个压力 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提升价值 这其实很容易的 你可以学多一门语言 这个学研这门课 是我将来蛮想要学习的 就是你比别人多一项的技能这样子 我觉得学习是最好最好 让自己很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大家去找东西学吧 不管你学到什么 不管你今天组装任何一样东西 你都是学的东西 都是你自己的 都是你自己的input 所以大家去找一样东西来学 不管什么东西 像可能韩文 大家会看韩剧吧 老是觉得自己顾虑别人的心情 多过于自己的 就算自己的心情不好 也会先去安慰家人朋友 结果把自己的烦恼放一边 在这几行字呢 我就可以觉得 你是不是对别人的好 带着一份期待 就是你期待他们也相同的对你好 其实我觉得对人好这件事情 在我的价值观来说 对别人好这件事情 是让我自己开心的 就是我愿意对他好 我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因为我没有在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学习这一份就是 对别人好 不要求任何东西 不要求任何回报 所以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待你这个有待一丝抱怨的文字里面 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就是对人好这一件事情 是不是出自于你真心想要对人好 还是你对别人好是想要有意思的回报这样子 就是很像我为别人做任何一些事情 我不会期待他们想要给我什么 或者是我想要得到什么 其实我这个人真的是比较简单的是 只要我不对别人做出任何不好的事情 我就很safe 我不管你对我做什么 我不管你伤害我什么 总之这个伤害的那一方面 不是由我做出的 我不理你 就是我只要我自己好就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只要自己好 不自信 觉得自己很平凡 既不像别人多才多艺 读书只属于中上 论样貌也不出众 OK 在这里呢 我已经看到你的优点了 读书很好 论样貌不出众 代表你是中上 其实我觉得你比一般人都好呀 为什么要这样否定自己呢 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么好 为什么我们好像要那么完美 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完美 我们这么完美是为了什么 你可以问一下自己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完美 我自己承认我自己也长得没有很好看啊 我觉得我长到自己也没有好看 但我还是可以看的哦 就是你要对你自己有一定的自信 就是今天别人讲我丑 我都不会觉得这是在对我讲话的 我自信到这句话 对我一点伤害都没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学习看待自己 或者是认识自己 其实你今天读书不好有关系吗 其实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但是你今天只要你人品好 对你来讲 这些知识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有要求是好事 但是不要过分的要求自己 我记得上一次我有分享过一句一句话就是 我们很多人的压力来源哦 其实不是别人对我们怎么样 而是自己的折磨 就是那句话 你期许别人喜欢你 但是你不喜欢你自己一样 明白吗 这句话就非常适合用在你身上 就是你想要好像做得很完美 让大家都看得到你 但是你一点都不喜欢自己 怎么样让人家看到你的好 怎样看到你的美 没有办法的 我觉得你就是要发现自己的美 要发现自己的好 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好的地方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要多多的观察自己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是完全没有优点的 你要学习会看自己 加油好不好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学习看自己的优点 只要你不知道 其他方面我真的觉得 真的 Why not不看自己的优点 我很好 我就是那么好 我就是好 就对了 就是我拍的影片 就是要你们好 懂吗 可以的 你们可以的 相信我 会影响自己的东西 选择不去看不去听 是在逃避吗 会影响自己的东西哦 其实我都会去看 我是一个会去看负贫的人 看负贫也是一种学习 你知道吗 你要分辨好这个人 对你的影响是好的还是不好 他给的意见是好的 那就去学习啊 不需要别人讲你不好一点点什么 你就要觉得那个人 这在伤害你 今天有人可以点出你不好的 但你觉得 啊他讲的对的 你就是要去学习 你不是觉得你一直以来都是最好的 没有人是这样子的 你要知道这些影响你的话是对你好的 还是只是嘴你一下而已 你就是要学会分辨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好逃避的啦 就是学习让自己去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也是一种学习啊 就会你会觉得这些人也只可以讲这些话而已 对吗 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怎么办 每次做事情都会自我否定怎么办 好我觉得你应该是很害怕别人取笑你 对吗 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在意别人取笑我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只要做到那件事情是我的就好 就是你今天做一件事情就算他被笑了就算他被被讲了 但是这件事情还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就是你自己学到东西的 举一个例子现在我是拍YouTube然后我对别人的对我的看法如果我真的要去在意的话我就做不成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们看不到我明白吗 就是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你自己的 跟别人无关 不要去理他们 不要听他们讲话 就是你自己的东西啊 你干嘛要去管别人 这只有鼓励到你嘛 如果你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哦 你就会失去很多你可以得到的东西 可能这个东西会让你成功是不是 就因为别人的否定 他的否定很重要嘛 他的否定没有办法让你成功 他的否定跟他的鄙视没有办法让你进一步的话 那他的否定对你来讲就是屁 明白吗 不要去在乎他们的否定跟他们的嘲笑 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你只要管你自己不要管他们 懂吗 一定要对自己的东西有信心 别人才会对你有信心 管他们讲什么 我觉得很多名人在做东西出来之前 一定会被人家否定跟嘲笑的吧 像是那个脸书的创办人 也是像是被人家嘲笑过来 他有去理吗 他没有去理 他就是因为没有去理 他就是 有钱人 希望我真的有鼓励到你 然后你今天如果有一天你成功了 你再回来报答我一下 做就是啊 如何搞定拖延症 这是我觉得最近最多人问的一件事情 如何搞定拖延症 你在问我这个问题的当下 你就是在浪费时间了 有些拖延症 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的 你要嘛 你就不要做 你要嘛 你就马上去做好 你不要烦 如何搞定拖延症 明白吗 如何搞定 做 马上 真正聪明的人 是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都 虐待自己一点 但是他还很轻松之后 所以 你为了不要让自己的心 之后那么辛苦 你现在就去做你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你就 get up 给自己制定一个时间表 就是你今天要干嘛 你今天一定要干什么 你不管多迟 你就是限制自己 今天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 一天就好 哪怕十分钟 但是你要先看完我的影片 然后你再去做那件事情 好不好 ok 封城不知道有什么时候 对生活没了兴趣怎么办 我觉得 我刚刚前面已经有讲一些 我对于封城的看法 我觉得 你现在就是处于我那个时间吧 就是我会很生气 为什么我那么乖待在家了 那边还是那么多确诊的 就像今天七千多人 还是会让我生气 然后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 我不想要知道今天确诊人数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 我就不会生气 明白吗 啊对 你对生活没有兴趣怎么办 不可能对生活没有兴趣的 你今天一定会对一些 嗯 把你假设为你是一个 kpop粉丝好了 你应该会对你的偶像 产生一些兴趣吧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你的偶像会那么成功 他成功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 是努力了什么 他学了什么 你可以去透过这些东西 你去想你要不要跟他一样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就是很像我最近觉得那个人很不错 我会想 他是不是有在学习点什么 他打扮的方面啊 是不是有在什么不一样 我想要去学习他这个地方 我就买了很多穿搭的东西 然后我就是要去学学学学学这样 不会对生活没有兴趣的 只要你一天是人 你就是会对别人有兴趣 在对别人有兴趣的当下 你就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可以的 你可以的 因为我可以 不然你学我啊 我现在想要看书 不如你一共一起来读书好不好 下一位 遗憾跟失败哪个比较好 遗憾跟失败 我觉得都好 没有谁比较好 因为我觉得 遗憾跟失败这两个东西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代表你学习到的东西 假如你今天后悔了 没有选择那个决定 你就会知道 就是那个决定是好的 就是你学到的东西 还有失败也是一样 然后 你知道那个东西是错的 所以就代表你离正去又进了一步 明白吗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跟错的 都是你学习到的 所以我对我自己来讲 我从以前我就讲过 我对任何东西没有后悔啊 没有遗憾 就是因为 没有什么好后悔跟遗憾的 对我来讲 这些都不是一件坏事 就是你今天后悔了 代表你知道 会让你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或者是你今天失败了 你知道正确的东西是什么一样 没有东西是不好的 都是好的 如果你今天想做什么事情 你就去做 你只有做了 你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都是对的 好嘞 哦 竟然是最后一题了 今天回答大家的问题 嗯 真的是用了第二张卡 可能讲的东西会很多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学会看中自己吧 看中自己多一点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啊 有时候就是忽略了自己很多东西 虽然讲我不是那一种人 但是你们给我的很多question啊 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是特别不希望你们这样子 所以我才会定这个主题为自己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往好的方面去吧 这也是我做森林鸡汤的目的 希望不要忘记 因为我觉得森林鸡汤 定一个主题好像有点太局限了 所以我希望下一次森林鸡汤就是没有主题的吧 就是 只是真的单纯跟大家了解的事情 不再是有限主题的 因为我觉得太局限了 最后的最后又是讲回同样的话 呃 大家好好待在家 只要我不出去 我就不会撞 就是大家真的好好待在家 这疫情 我是已经不抱任何期待了 其实到了这个阶段 你已经会有一种疲惫感 但是 我们不可以在这个逆境中死亡 你知道吗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要在逆境中生长 这才是对的 今天我们遇到了这个困难 我们就要克服 我们不要去问为什么 没有答案了 总之 把自己做好 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很辛苦 但把自己做好 路不转 人转 我们是活的 加油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 一样的留言区 大家一起来互相关心 就是这个地方留给大家吧 就是好好的 关心一下身边的人 有些网友可能 不好意思 就是只能匿名的 让别人关心 就是我们做个温暖的人吧 只要自己是好的 就是好的 我们不管别人好还是不好 我们做好的事情就好了 好嘞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啊 各位拜拜 加油